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人看似客观中立 说要寻求共识 要理性的解决争端 实际上这种稀释宁人的态度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不分大师大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就说你们现在不分大师大非 那么你看他分的是非说的很有意思 他说韩泽强教授在声明当中明确指出 被打老人在游行队伍中对群众怀念毛主席不屑一顾 不断谩骂侮辱造谣开国领袖毛泽东 成了破坏中国人民团结的汉奸 对于这种老汉奸 任何一个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正义感的人都会给其以教训 何况韩教授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者 问题是他下边这段比喻说的很有意思 他说你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呢 如同美国电影侮辱伊斯兰先知 利比亚老百姓要炸死了美国大使维护民族信仰一样 韩教授为了维护信仰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出手制止 这种对信仰的执着精神 不正是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稀缺的品质吗 何况韩教授不仅仅是在维护个人的信仰自由 你知道他这个说的奋机 但里边有个关键的连接点 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 就咱们现代史上 很纠结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崇拜毛主席 信仰毛主席 和崇拜伊斯兰的先知 穆罕默德 是等同吗 是可以类比吗 不能说崇拜穆罕默德 不崇拜先知 是对先知尊敬 尊敬 不能崇拜偶像 只崇拜阿拉 就是要分得很清楚 但是问题是在这里面 我觉得最有趣的这番话 我就似曾相识 刚想一想 后来我想起来 因为我有一本书 那本书是当年 我买来是为了看 阿尔盖达组织 基地组织 他们背后一些精神指导 他们有一些精神领袖 就几十年前 穆斯林兄弟会一个 他们心目中的一个先知 给他们写了一些东西 然后那些东西 就有类似的论调 因为他也讲的是什么 他就说 很多人会觉得 我们如果用暴力 去对付侵害我们信仰的人 是不对的 说这是不文明的 这是不现代的 但是这种愿意 为了信仰而现身 不顾一切的品格 难道不正是现代世界 寓意罕见的一种品格吗 现代世界物欲横流 我们讲的什么 不暴力什么 这都是受西方的影响 我们应该为了自己的精神 为自己信仰而现身 这难道不是才最珍贵 这才不是阿拉最赏识的 那种品德吗 这番话 也就是说当年阿尔盖达 或基地组织 他们熟读 并且深陷这番话 跟这篇评论 好像 如出一辙 好像 所以我就 好有意思 我就想到就是说 他这个最近席卷全球的 这个美国最近 什么行情 他那个在西方英语里边 有个叫anti-americanism 他已经成了一个词了 你打不出另外一个词 没有anti-Europeanism 没有anti 反美主义 他已经成了一种主义了 就是说已经约定俗成 对吧 那现在中国 当然很多地方 也有一些反华情绪 但肯定不是一个词 就还没有那么样子的被共识 那美国为什么 他就是这样子 成了一个这个重使之地 尤其是在这些中东一些国家 实际上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这个 意识形态的一个输出 价值观的一个输出 那当然他们举的大气 就是这个universal values 这个普世价值 他要输出给你们 但对他们来讲的话 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那么尤其是这个电影的话 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 说你还看着这个电影了 对对对 我有看 希拉里派你看了一下 是是是不好意思 对 我看了 但是我觉得的话呢 他应该说是犯了大忌 这个电影 确实是犯了大忌 首先就是他进行了嘛 这个穆罕默德 那这是肯定不可以的 而且 真的也找了一个人来演 而且我觉得那电影 说真的是拍得 非常的粗之烂造的 但是呢 这个穆斯林事件 他们就把这个电影的话 真的是给他那个上纲上线 用我们的话说 我觉得的话呢 可能西方国家 他们的人的话呢 也能觉得不能理解 而且呢 现在像这个希拉里 还有包括奥巴马什么的 他们在这些国家 去投放这个广告 他们在这个视频里边 出来道歉什么的 也做了 但是好像这个浪潮 还是没有被压制下去 就是美国啊 这个国家 我觉得挺 挺怪 就是说啊 净是那个 那个打错算盘 你比如说 什么茉莉花革命吗 不是 他们那种 就感觉 我扶植这些个 闹事的 是吧 最后建立 以为建立民主政权 推翻什么独裁者 可是事实上 他最后发现呢 这些扶植上来的 这些势力啊 好像更加民粹 是不是 好像更加繁美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我觉得 首先我觉得 什么事都要分开来看 当年 莫莉花革命 或者埃及 开洛之春 这些运动里面 其实美国 一直都有优据 就美国一直到最后 他都不愿意 完全舍弃 他过去的摩托萨达克 那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怕 穆斯林兄弟会 嗯 所以说他一直 是有点半推半就 但是他没办法 他知道那个东西 他没办法阻止 所以他想的是 怎么样赶快 能够巴结新政权 但是他巴结不了 那么反过来讲 你说这回 这个反伊斯兰电影 其实也跟美国政府 没什么关系 这纯粹就是 美国就是有 这么一批傻蛋 我跟你讲 美国很多的 共和党中的极右翼 加上基督教中的 原教旨主义 再加上一些 像这个导演 这个初前那个老板 很有意思 他是埃及人 他是科普特人 而且是 很多人一直说 他是犹太人 说他是以色列籍 没错 但是他主要的特征 是他是 犹太裔的埃及科普特 科普特 科普特是什么人 你知道 这就是一争端的DNA 科普特就是 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信仰 就耶稣年代 原教旨的那些 一出来的 那一批就是科普特人 那一批人的信仰 跟今天我们说 这天主教 基督教 东正教 都不太一样 他更古老 然后呢 他主要是埃及 而埃及只有大概 百分之一的人 是姓Coptic的 那么他是这种人 他会觉得自己 在埃及受压抑 或者什么 但反正他也是个怪胎 在美国搞这么多事 而且坐过牢了 什么的 然后一大堆这种 瞎胡闹的事 但是美国就是有这种人 就等于说 有一些很有名的牧师 动不动就出来 要鼓吹 要打伊斯兰 动不动就鼓吹 实质军 老是有这种人 很变态 咱们可以看看 最近的几张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头一张 是这个 奥巴马怎么还大小眼呢 来看下一张 这个 你看这是他们特有的 是吧 感觉踹你美国 当年砸那个小布什的 对对对 就鞋底子 是他们的一种文化 是吧 脏 然后你看下边 这个有意思了 双美国快餐店 那天竟然有人说 这是中国还是外国 来再看下边 这就是 按说他这个干部 不是就说当官的 还出言说悬赏 他是那个 他本身是一个少数民族 所以说他的立场 其实不能代表这个巴基斯坦 甚至不能代表他所在的政党 他不是部级干部吗 对对对 但是为了政治利益平衡拱上去 这就是这个 现在受到死亡威胁的这个电影制作人 你说他哪户不开提哪户 干这干什么 实际上我觉得他真的是这次 这个叫用英语的话 是这个press the wrong button 真的是按错了钮啊 这一次真的是很危险的 而且是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对吧 像穆斯林应该怎么样讲的 确实你要去尊重他们 我们每一个宗教 每一个信仰都应该尊重是吧 而且尤其是像穆斯林的话 你要是看这个历史的话 过去他们也确实不是好惹的呀 对吧 他们为什么不好惹 实际上的话呢 也有各方面的原因 一个就是他们所从 他们那个信仰的这个宗教 首先就是一个上午的宗教 他们的那个先知先觉 穆罕默他就是一个军事指挥家呀 他们是不怕打仗的 骑马打仗 他们生来就是干这个的 那另外的话呢 也是跟他们这个地理环境有关系 这个地理决定论呢 这个卢梭的非常的伟大 他们的地理 他们因为是这个内陆 所以说当他们的这个宗教 他们在这个扩展的时候啊 跟其他宗教信仰相冲突了 那由于没有海水的相隔 那么没有这种缓冲地带 那就有战争 对吧 很容易有战争 再加上他们的那个什么气候环境啊 他们的饮食啊什么的 那也确实都是骁勇好战的 那都是这样 我觉得不能够 你说得到像个军事指挥家 那我先去看广告 再讲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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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游及之水 会军酒精 年份端将 五井共酒 2012中华小级环球大赛指定橄榄油 地中海欧力微蓝特级出炸橄榄油 红花国色 花好月圆 江湘店饭 红花廊 恭祝全球华人 中秋快乐 我们的家 天大地大 我们是大地的孩子 生息延绵 格力让天空更蓝 大地更绿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文道不同意 我觉得这种讲法很危险 为什么 因为伊斯兰教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世界上有无数的伊斯兰教徒 他根本不能够被这么简单的简化起来 我们想想看历史上 十字军东征 并不是穆斯林去打欧洲 是你欧洲莫名其妙跑过来打他们 当时日军夺下了耶路撒冷的时候 杀光了全城的犹太人跟穆斯林 反过来萨拉哈丁 他夺回耶路撒冷的时候 全城的犹太人跟基督徒继续留在这边 继续该你们怎么活 怎么活 怎么朝拜 怎么朝拜 摩尔人占据西班牙的几百年 犹太人毫法无损 天主教神父甚至后来的教皇都要跑去西班牙 摩尔人开的回教大学念书 但是当天主教夺回西班牙赶走摩尔人之后 就狂杀那些犹太人跟穆斯林 所以你很难就从一个时期某些简单的东西去概括 这是个什么样的上武宗教 这个一个宗教你不能够这个给他历史断片 你不能这样 当然不可以 包括像在这个中国元朝时候啊 当时这个从忽必烈开始啊 这个这个这个就是金科铁马啊 去这个征服欧洲 但是呢就到了他这个元朝末期 有个叫库木尔的一个这个王子 他突然他就改信这个伊斯兰教了 反倒他是把和平带来了这个整个的中亚大地 应该说也还是有冲键的 而且现在也是一样 我觉得现在呢我看很多西方媒体在报道 伊斯兰世界所谓反美浪潮 我们也跟着这么讲 这个讲法有点不公正 就等于很多人说 很多外国媒体也报道中国反日示威 就说中国人愤怒了怎么样 但你仔细看 我们他们有时候会放大我们那些打砸抢 但你实际上你上微博看的话 绝大部分网民都在谴责这种打砸抢的形式的 其实我觉得啊很多时候啊 从这个宗教的角度啊 你去解释一些社会现象啊 那永远都只能是片面的 实际上我刚才就有讲说 这个为什么说这些穆斯林国家的 你真的是要尊重 首先不管是从道义上 还是从历史的问题上 还是从方方面面你要去尊重去保护 另外还有什么 实际上看到他们现在 这个在这个中东国家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反美浪潮啊 包括这个巴基斯坦 他这个体道部长 他出来这个悬赏 然后更是这个商户起来了 大家就出来这个反美游行什么的 当天就死了十几个人 多大的灾难啊是不是 所以你还爱往那种地方跑 但是实际上这些事情啊 我们要看到这个 一三国家 他们有非常严重的这个社会问题 这些年来这个人口膨胀 对吧 而且他们的这个 有的时候确实是这个贫富差距分化 非常的严重 所以就滋生了很多内部矛盾 而且就是因为小田是 他去利比亚嘛 去找卡扎菲的就是你啊 就最后卡扎菲被打死 那个手机那个视频录像 你知道吗 是他要出来的 所以我就说 现在不就是利比亚那又出事吗 就从利比亚开始 你已经追悉 你什么感觉 对 像刚才这个文道勋有讲啊 当时这个美国 他在帮这些国家的时候 茉莉花革命的时候啊 他是这个有保留的 确实是这样 比如说这个利比亚的人 他们当时最感谢的 是法国人 不是美国人 你到处能看到啊 都是法国人炸 他们炸的最凶的 法国人帮忙炸卡扎菲 当时非常的这个危险 就是什么呢 这边联合国在开会 那边卡扎菲的部队啊 已经开去了班加西 班加西就是反对派 他们的这个大本营 他如果进去了 把他这个总部一炸了 这个战争就没法打了 对吧 这边所以说开紧接会议 然后那边开会的 领头的就是萨克奇 那当时这个奥巴马 都是跟着 萨克奇跟那个卡梅伦 他们在那边开 马上是通过了这个什么 731还是多少号的这个决议 然后马上这个飞机就去了 实际上这个英法他们的飞机 飞到那的时候啊 那个坦克 卡扎菲的坦克 离这个班加西反对派大本营 只有可能30分钟的距离了 那就生生是给这个西方势力 我觉得反而我讲完 刚才没讲完的话 就是我觉得今天大家 对于伊斯兰世界 什么反美浪潮太简化 就像简化中国的反日一样 简化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全世界的伊斯兰怒吼了 然后很多西方媒体的评论 都在问为什么穆斯林 那么容易被激怒 为什么容易一激怒就暴力 但你们想过 像这些反美游行 它在整个穆斯林世界 到底占了多少 你比如说中东地区 北非地区 跟印尼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不是 很多人都忽略了 其实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 不在中东啊 是印尼啊 有两亿多人口啊 而印尼 这跟这些国家又差多远呢 你阿拉伯 你只要戴头罩 印尼是能够出花花公子 印尼文版的 你想想看 这些是完全不同的国家 大家对美国的关系 感情完全不一样 反应也不是动不动 就上街烧东西 但是我们就拿着那些画面 然后我们就很容易把它放大了 就是脸谱话嘛 就是就觉得是在干什么 实际上啊 这个真相啊 是很复杂的 而且我最近也老觉得 确实有个什么话语权的问题吧 是 对吧 这就是说 怎么说呢 过去甚至还有人为拉登这一派说话呢 就比如说你这个事啊 真没办法 假如世界上就有两种势力 可是你这个以美国为代表的 整个这种生活方式 如果你这种势力强大到一个啊 我根本发不出声音来的时候 那我们要发生冲突了 爆发就在沉默中死 对 我要给你打 对吧 其实你看 我现在看那个美国那获奖纪录片 美军打那个阿富汗啊 我就觉得 我现在就慢慢明白了 就说这个人民战争啊 嗯 这是非常残酷的一种战争啊 那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说 村民跟咱们是一起的 嗯 所以你怎么打 那就是拿起枪就是兵 放下枪就是民啊 对 所以把这个战争 把游击队弄到老百姓家房子里 这么给你干 这个事啊 太残忍了 嗯 但是你现在就明 你现在明白 那不这么打 你看你 你美国你可以站在正义者的角色哈 说你看他们这帮人多坏 对吧 把老百姓绑架在一些党 可是换头有句话来说 弱小的势力 如果不这么打 他没办法 那就没有了 我记得我又是 应该是最近 我就有看这个应该 也斯利比亚的 他一个英文的这个文章 他就说了 现在中国的实力 也在这个 就是加强啊 为什么世界上的国家 不去恨中国 要恨美国 就说是因为美国 他有一个词叫cultural imperialism 就是文化帝国主义 就强加给我们 你的这个意识形态 所以说他们是非常的反感 再加上一些历史上的 比如说这个支持以色列 再比如说入侵伊拉克 再比如说现在的这个 支持这个阿拉伯世界的 一些皇权国家 所以说让他们就觉得 还是有那种愤慨的 你不恨不行 没错 就是我觉得啊 有些这个敏感的人会发现呢 你看我到纽约那个什么 那个博物馆 我一看就知道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大推销 你知道吗 就连这个美国的 这种开放式的厨房 怎么样是一个 幸福的家庭主妇 咱们今天卖房子 宣传的这些 房间的这个隔离啊 这个这都是一个 你知道吗 一个俗套 是一种美式生活方式 这个大推销 那么你看有 有宗教或者民族自尊心的人 未免他有时候会觉得不服 但是呢 平时我们也不要忘了 这样了 那句话 应该是法国的吧 法国那个革命家说的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话 但是我誓死捍卫 你说话的权利 嗯 是现在 穆斯林兄弟 就是那个给他一巴掌的那种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元形广告之后见 钓鱼岛事件 日本首相也平公开承认误判形势 帕内怕提醒日本不能为所欲为 也田和帕内塔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表态 石其兵为你深入分析 Q13有效吗 Q13和前两个Q1有何不同 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闪电访问阿富汗 列强在中亚的权力板块将出现什么变化 本拉登改变了历史 还有人也将改变历史 他是谁 时评大财经 星期四晚上凤凰卫视中安台 回到这一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全球转机企业合作伙伴 可是回想起来啊 这个现在你说这种反美 其实他反对的那种 你刚刚讲那种生活方式 生活价值 他们真的是在反对这个东西吗 又不是 他们好像还挺喜欢那样的 不一定的 对不对 因为你比如说 我记得当年911之后 布什一出来讲的是什么呢 布什的说话很巧妙的就告诉美国人说 为什么我们不会遭到这样的事 是因为他们仇恨我们 他们仇恨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这句话很阴险 就是让美国人觉得 他们为什么仇恨我们的生活方式 是不是他不想让我们这样子活下去 但其实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你比如说像伊拉克 伊拉克在打仗之前 其实是整个中东地区里面 生活方式最美式的一个地方 就巴格达街头是有像有兰桂坊那样的街道的 对不对 他怎么会讨厌你的生活方式呢 这个所谓的生活方式的对立 我觉得很小心 就是也是要很小心的 不能够简单的说 他们是不是讨厌人家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他们真正讨厌的并不是美国人的生活方法 或者你要强加你的生活方法给我 而是什么呢 我觉得几个心头的大患 一个其实还是以色列说来说去 其实这回也多多少少是有关系嘛 对不对 其实还是以色列 以色列的存在 以及他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 其实长年以来都是周边所有的阿拉伯人 或者穆斯林心目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根刺 那第二就是你美国真的在那些地方 你支持过多少坏人啊 你比如说像对很多人来讲 你知道像阿拉伯 沙迪阿拉伯 很多人会觉得他们支持阿尔盖达 支持拉登是民主的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因为那是个王国啊 那是个王室统治的国家 那反过来他们要求建立的国家 他们觉得那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有个挺有意思的地方 他好像从来没选对过边 是吧 你想想 那个时候毛泽东和蒋介石 你看他选蒋介石 是吧 最后都败了 就是他哪头他选的 你看北朝鲜南朝鲜啊 怎么他好像 哎呦 那是不是一个美式诅咒 不是他也选对过不少人的 他比如说冷战 他选这个欧洲那边阵营 他选自己 他选自己嘛 那最后不是苏联东欧几乱就垮了吗 而且不要忘记 他也没有征选蒋介石啊 蒋介石到死的时候都不能够原谅 只是美国人没有支持他到底 蒋介石一度还想参加那个轴心国呢 那个时候太复杂了 对 而且最后你看把人蒋介石闪的 好家伙 那是 他今天是抛弃了蒋介石 就有了龙的传人这首歌啊 而且他还闪那个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叫月顶外交嘛 就直接跟中国交好了 把日本闪一边 所以田中蒋王才赶着要来嘛 对不对 不过不管怎么样 现在美国他这个插手中东事务的话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一个保护儿童 一个是保护当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